有没有一些可以容易一些上车的股份呢 是 其实有很多都 刚才所说的 日到日去算都涨了不少的 不单只是弱 又看到很多其他 就算你说是一些 大家会觉得是周期性比较重一点的股份 其实你见到都是涨了不少的 其中一个 我想又是要等它回才可以买的 譬如你说$299 纸金这些都是的 过去几年 你见到它们又是很稳定的增长 那明明它做资源 大家觉得应该跟经济周期相关 但其实你看收入或盈利 过去五年来算吧 按年都是继续有很稳定的增长 那如果你说看过去的时候 其实之前紫金它自己都有一些战略的目标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未来五年可能在不同的金属上面 它们都一路去矿产 或者是减排 甚至最新的 如果你说追索均最近的 就说它们都要持战 目标是在铃方面 成为一个投入的企业 所以就不单止是过去大家 比较着重的 可能铜和铃这两种金属 可能接下来被称为白色石油 一个叫铃相关的东西 其实你都见到会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你看到这段时间金升的时候 它都会跟升的 但因为金的占比其实都是四成左右 所以我觉得就比较是因为 可能有少是跟金价升 但其实它本身的营运 它那个企业的质素上面都不是差 有一些是其他之前都有说过一下的 比如说1373这些是很闷的东西 但是其实你看到今天的表现都不是差 一直都是两个八 两个九 其实浪得很实 这些我觉得都是OK的公司 但是变成要很底下 你真的要好看业绩上面去选择股 明白 已经给了几个选择给大家 比如1099、2899和1373 刚刚也提到1099、2899那些 类升的幅度比较大 那你自己倾向不高追的 但是大概它由高位回吐多少 你觉得其实已经是适合可以买的 其实你看到刚才2899都很明显有个阵子 或者1373其实都很明显有个阵子 当然1373就比较闷一点 主要是为收息的 所以我想主力说2899 你看到其实它的阵子都很明显 是最近才有点突破 所以刚才所说的 就是你说这一段时间金价的飞升 可能对于它来说是有个帮助 但其实你看到它之前打的底 挨近应该是12个岭左右 其实你看到都打得很实的 可能12元边附近 其实都打得很实的 所以我想如果你说真是 当然我想现在就未必可以去到这些位置 如果你说就是跟它推高的 现在就应该可能是12个8附近 我想如果你说回得回这些位置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想 那如果你说计一年 这个升幅又不算很夸张 也都符合刚才所说 我自己即今年或者可能2024 都可能会適用这个概念 即我觉得有些股值可能都不算贵得很 很离谱的股票 譬如就是267 刚才我们麦后也有说过的 即是中信股份 那你见年到日期都有升的 其实就 但如果你说计去到现在的股值里面 即升完之后 在这时9.3毫半现价的股值去计 其实都不是说真的叫特别去贵的 那你看回现在的P 都只有那三倍多 那你计PB是0.3倍的 而息率上面都挨近7厘 那其实我想去到现在 那个股值都不可以拿贵去形容 那昨天都还在破顶的 其实就 那这些我想就没什么 说一个很大的包袱 那唯一的缺点就是 可能它有少少和内房相关的东西 那但是就内房现在大家似乎 那个感觉上面又觉得是比较好一些 就是我就有些保留了 那但是就是267里面的地产业务 又不是说真的佔很多 那反而里面又可能有些资源 好像刚才299的类似 那你见习不甩一个综合的企业 那去计算的时候 其实267又不算很贵 但是其实年代表现 我觉得亦都交足给大家 那所以我觉得就267可能那个 就是如果你说计算 之前刚才那几个 可能你都失败了 或者要等回调的 那267相对而言 我觉得就算你说 现价9.3毫 我觉得都OK了 这个就可以不用等的东西 那但是它一般那个 那个intraday的波幅又不是说真的叫那么大 那这个就是 都是要有些耐性 就不是一两天那种的炒作 可能就是比较中长线 好像刚才所说 可能起码你一览就览 一年去看的时候 那我觉得那个回报 前所的回报就都吸引了 我自己觉得就